好 觀眾朋友 下面讓我們來關注一下 由大陸網友爆料的 有關武漢肺炎疫情的最新情況 2月25號 大紀元披露 他們獲得的山東省衛健委內部文件 內容顯示 山東新冠肺炎確診人數 比當局公布的人數多出幾倍到幾十倍 大紀元製作的對比圖表顯示 2月8號到22號之間 山東省各醫療機構上報 衛健委的新冠肺炎核酸檢測陽性數 是政府發布數據的1.36倍到52倍 新冠肺炎疫情正在北京蔓延 有網友根據公開信息繪製了新冠地圖 說 北京確診和疑似病例大多是散點式分布 但在西城區出現了密集式分布的新冠走廊 這條走廊的起點是月潭街道 復興門外大街的復興醫院 中間橫川、三里河整個大片區 包括月潭南街的國多美、月潭北街8號 到展覽路街道的南英房社區 最終達到終點 北大人民醫院 2月24號 有網友爆料說 武漢西馬路養老院的120個老人 全部感染了新冠病毒 當天有十幾輛救護車到場 把他們拖走 據說 最近武漢多家養老院都爆發集體感染 眾多住院老人死亡 2月25號 一輛四川運送捐贈蔬菜的大咖車 在武漢遭城管攔截 網友上傳的視頻顯示 武漢城管的兩輛車一前一後攔住大咖車 一名城管人員不停地往城管車的後備箱裝蔬菜 網友譴責說 這是搶劫 搶劫